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么这个是Z轴 这个是X轴 这个是Y轴 它如果在这里从静止开始释放 静止开始释放 那我们已经导处来说 它的这个 轨迹是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叫百线 百线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圆 一个circle 半径跟这个一样 我这画得不好 你在这里做一个点 那圆从这边滚过去的时候呢 它这一点就做这种百线的运动 我们已经算出来它圆心运动的速度是多少 好 今天我们要看这个 我上次教你们回去自己算一下 说这个百线的顶点 它的坐标是Z 那么它的半径呢 是两倍的Z 这个坐标是Z 这个坐标是Z 那么它的半径R是等于两倍的Z 那你们回去 我教你们回去自己看一看 好 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它在随便拿一点 任意点 我们求它在任意点的速度是什么 求这个电荷在任意点的速度是什么 然后我们要求它在顶点的时候 然后它的速度要满足这个式子 我们现在要求AQ 任意点的速度 Q在顶点时 顶点处 证明 速度要等于两倍的E over B 我们要证明这个 都用牛顿定律来证明 好 那你现在怎么做 然后这个题目你要怎么做 要求的是什么 速度 服务教你们 求速度有几种方法 你们上服务课 速度有几种方法 它可以 如果是一维运动 可以由DX over DT 一维运动的话 它是DX over DT 如果是三维运动的话 它是这个 当然现在你没有办法做 不能用这个式子 因为你不知道 它位置跟时间的关系 目前 它任意位置 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做 还有从运动学 比如说我们 知道这个物体的加速度 知道加速度 知道起初状态 起初状态就是说 T等于0的时候 位置等于0 我们拿一维运动来看 速度等于V0 或者等于什么 起初状态 你知道起初状态加速度 你可以求它的末后状态 末后状态就是说 它最后在哪里 它的速度是多少 三个条件 一谈到这个牛顿运动 你就要知道这三个条件 起初状态 加速度 末后状态 知道两个 可以求其中的第三个 好 那么还有什么方法 这个可不可以做 起初在这里 求任意点的速度 这个相当麻烦 还有什么方法 功能定律可以做 对不对 功能定律 非保守力做的功 要等于 等于这个动能的改变 加上未能的改变 这个动能的改变里头 就有它的速度 有它的速度 所以你如果知道功的话 可以求速度 好 现在我们要用哪一个呢 比如说 这个 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回复到 它的最初的一个 work total 等于delta ek 总功要等于 动能的改变 动能改变就有速度 所以你如果能够求出总功 我们就可以求出 它的速度来 我们考虑了这些以后 我们认为这个可行 因为 这一个物体 在这里的话 你要求功 你一定要知道它的力 total work 就是它的 全部的力做的功 它在这个位置 受哪一些力 受哪一些力 哪一些力 因为有电厂 电厂是朝这一边的 电厂朝这一边 磁场朝这一边 那么它 在这个地方的速度 一定是切线方向 所以它现在受的力 一个就是电力 F 等于QE 另外一个呢 就是磁力 磁力是什么 Q V CrossB V CrossB V在这里 CrossB 所以这个 这个力呢 要跟 这个 垂直 这是FB 磁力 它就这两个力 它没有告诉我们重力 就是告诉你重力 重力在这个时候 跟这两个力比起来 差太多 根本就不要去理它 可以忽略而不济 那现在就这两个力 那现在就这两个力 Total work 就是这两个力 那我们可以先写 Total work 是等于work 是等于work of 电厂 的力 work of 磁场 的力 磁力 做不做工 上一次我讲过 磁力做不做工 磁力做不做工 不做工啊 不做工这个就不要啊 你如果不知道这个 你就做不出来 你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概念 这一点就做不出来 那只有什么 电力做的工 对不对 好 所以它就等于 F1.dl 从0 从1到2好了 1到2 From1 to2 From1 to2 OK 好 那现在我们就 电厂的力是什么 我那里有写出来啊 Q 乘上1 方向是朝哪里 朝Z方向 对不对 Dl Dl 它现在就是 因为它在X Z平面嘛 所以它就是变成 X方向 DX 再加Z方向 DZ嘛 还是从1到2 好 你把这两个DOT一下 常数我们提出来 那只有Z DOT Z存在啊 所以它就变成 DZ From From 0到Z From Z 这一点 它的位置是Z嘛 好 那么 这个 求出来它就是等于 Q E 分上Z 好 这个是 Total Work OK Total Work 然后 我们说Total Work 要等于 这个就是 Total Work 它要等于 动能的改变 这是动能的改变 那我们就把动能的改变 放进去啊 我们干脆 好 就连到这里好了 后来的动能 二分之一 MV平方 起初的动能呢 是0嘛 对不对 0 好 我们就根据这个 我们就可以求出 V就等于 根号 2Q E Z OVER M 好 这个就是它的速度 OK 速度 它这个 数字 它没有给你 单位 如果 照它的单位的话 这个速度应该是 Meter Per Second 会不会做 拿到题目 不要乱做 要你求速度 你就想 我有什么方法 求速度 不不教你那么多 运动学 速度教你那么多 什么 速度怎么样 速度在这里 切线方向 速度是切线方向 如果这个地方的速度 就是这个方向 这是轨迹 顺势速度 就是切线方向 你说这个 顶点 你说这个 这个 这个速度 它就是切线方向 切线方向 你干嘛 要求它的 干嘛 要求这个分量 跟这个分量的 干嘛 要求这个分量 动能里面的速度 是大小 动能里面的速度 是指大小 跟方向没有关系 好 再来我们就看 Part B 现在是要看 这一点了 看这一点 它在顶点的时候 我们还是一样 把它在顶点 所受的力 画出来 顶点 这个是 F 等于 QE 然后呢 它的 磁力 磁力 V因为是朝这边 V朝这边 V Cross B 磁力朝这里 磁力朝这边 磁力朝这边 那么 它在这边呢 你看 它现在 的力 只有 Normal Direction 只有Normal Direction Normal Direction的力 它只产生 Normal Direction的 加速度 Sigma F N 它是等于 有两个力 对不对 一个就是 F1 再加上 FB 要等于什么 向心力 所以它是等于 负的AZ 朝下 然后这个是 M V平方 over R over R 合力等于这个 R等于2Z R在这里 Z在这里 半径比 半径 你看这个圆 局率半径 这么大 OK 是不是我上次写错了 有没有写错 像是Z的R 那我写错了 我始终会 会有这种毛病 好 那现在我们看这个 那么 F1等于什么 我们现在看F1 F1是等于 QE 乘上Z 乘Z 我们把Z 放到这里好了 FB 是什么 QVB 负的 朝这一边 好 要等于 这些AZ好了 等于负AZ MV平方 over R 那我们现在 把这个Z都消掉好了 AZ 我们这个AZ写到这里 所以我们就有这个 QE 我们现在把这个式子 这个 从这里你看 QEZ等于二分之一 MV平方 因为 QE Z 等于二分之一 MV平方 所以MV平方 是等于两倍的 两倍的QE Z 好 我们把这个QE Z带进去 这个式子 OK 带入这个 我们算这个是第一式好了 带入第一式 好 那我们就等于 QE 减掉 QVB 要等于这个 负MV平方 就是负的 就是负的 两倍的QE Z 好 那么R呢 是两倍的Z 所以 这个2Z 约掉 这个就变成 负的QE 好 这个负QE 跟那个 合并在一起 它就变成 它就变成 两倍的QE 好 Q跟Q 约掉 OK 所以我们就得 V要等于 2E over B 2E over B 好 这个是 我们用牛顿第二定律 把它证明出来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 另外一种磁力 就是说一个导 导线里面 如果有电流 那么这个导线在磁场里面 它会受力 1 带电流的导线 在磁场中所受的力 好 我们现在 看这个 我们干脆 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图好了 用这个图来说 好 这个算是有一段的导线 好 这个是它的长度 长度 那么我们说这个导线呢 它有电流 从这里流进去 从这边流出来 那么这个导线我们把它摆在 均匀的磁场里面 好 就表示很小很小很小 很小很小 OK 其实这个也不要写Constant 就是在这么小的区域里面 这么短的区域里面 这个磁场 它的变化并不显著 所以我们可把它视为常数 好 那现在我们说 这个导体就会受力 为什么会受力呢 为什么会受力呢 因为它里面呢 有电荷在移动 比如说 它这里有一个 positive charge positive charge 跟移动的方向 跟电流一样了 跟电流一样 我们假定它的charge 就是q1 q1 好 那么它就会受一个力 f的qv cross b 我们假定这是v1 好 它在这个地方啊 就会有一个f1的力 从那边 好 如果 另外又有导体 带q2 这个载体 它的带电是q2 那么它移动的就是v2 那这个时候 它会朝这里 有一个力 力 好 那么因此这个 导体里面呢 就有很多这个电荷 在受力 那么它总的力呢 total force 我们先写出来 q1 是等于 f1 q1 v1 cross b f2 f2 要等于 q2 v2 cross b OK 好 这是每一个载体 每一个载体所受的 好 那么我们说这个单位体积里面呢 不止一个载体 那么我们这个例最好就是算 单位体积有多少个 那么 这是每一个 是这么多 它单位体积呢 我们就把这个写一个 单位体积有这么多个 这个 单位体积 有这么多个 n n 是代表单位体积的个数 个数 单位体积这么多 那么 单位体积这么多 那总共有多少体积 这是a 总共有多少体积呢 它就是 a乘上dl a 乘dl 我们体积用 用存量 全部体积 OK 那就说 在全部体积里面 这种载体 所受的力 这个是 全部体积里面 这种载体 所受的力 不管它有多少个 那我们现在可以把 所有的力 就是所有载体 在里头所受的力 把它 加起来 我们说 这个时候 总力 总力 它是等于 f1 加f2 好 那我们把这个 全部都加起来 我们把 共同项 提出来 q 这个 a dl 这是 就是dl a跟dl 是共同项 OK 我们拿出来 a跟dl 好 那里头 里头还有些什么呢 里头就是 跟这个 sigma有关 就是跟这个有关 b b也有 b也是一个 常数 我们写在后面 b写在后面 那么 前面呢 我们就可以 被写成 sigma n q v n i q i vi 然后这个是 cross b 这个是 有sigma的 b 这个是 大家都一样的 我们写到这里来 好 那么 nqv 是什么东西啊 我们上一次 以前有做过啊 这是什么 这就是 current density current density cross b 我们就用小括弧 那现在我们 a乘d a乘j 就是 它的current 我们这个是dl 等于就是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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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面 上面的了 所以这个就是i 那它的 向量 怎么办 向量 我们就给dl 所以它就变成 dl cross b 这个 我们 因为它是很小 很小一段 所以我们用df 好了 df 在磁场里头 它会受一个 这样大的力 这个就是 带有电力 用这个来做一个题目 我们 在磁 应该 你们学过 这样的一个立体 因为这立体非常好 我就再举一次 它 一小段的话 力是这么大 如果这是一条直线的话呢 不是弯曲的线 l长的一条直线 那么它的 全部的力 就是i l cross b 好 我们现在看这个题目 这是一段 导线 这两边是 一样长 是直线 当中是一个半圆 那么我们把这个导线 摆在均匀的磁场里面 均匀的磁场里面 好 那么这个磁场呢 如果是b 磁场如果是b的话 那现在我们 要问 这个导线 受的力是多少 如果这个导线有电流 这个地方是i 这里也是i 这里也是i 因为是一个导线嘛 所以在任何一瞬间 每一个位置的电流呢 都是一样的 好 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 所受的力是多少 好 这样怎么做呢 好 这样怎么做呢 这是属于 带有电流的导线 在磁场里面 所受的力 这很显著嘛 你不会想到是什么 有什么东西推它了 干什么 那就是这个 磁力 好 那么 我们所用的式子呢 就是这个 df等于i dl crossb 我们把主要的式子写出来 好 那现在我们就看这个 把这个导线分成两种形态 一个就是直线部分 一个是曲线部分 那我们说直线部分 直线部分 我们可以在这里 取一段 dl 因为它要有dl嘛 dl 好 这里我给它一个长度 好了 这个长度呢 是l 这个半径 是大R 这个长度 也是dl 也是l 好 那我们现在就在这个上面 取一段dl dl 好 那么它有电流 又有dl idl crossb 它朝这边 所以它有一个力 啊 朝这边 好 这是df1 第一段导线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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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知道这个df dl 等于 等于 i dl Cross B DF1 那么 整段导线 就是说 我们这里有好多好多DL DL1 DL2等等 那每一个都有一个力 所以它的合力就是 这些力的向量合 所以它的Total Force F 就是这个 DF1 那么这个 我们就把这个带进来 把这个式子带进来 带进来 我们先带 等等再来 谈 应该是这个 我们把常数项提出来 常数项提出来 I是常数 B也是常数 不过我们把这个 现在我们 把这一项特别写出来 积分是 在这里 积分在这里 DL 那么 Cross Cross B 感觉不要这样子 这个 还是要认一下 表示它是一个常数项 这个是常数 这个是常数 这个才是要积分 你看这个积分 积出来就是什么 就是那一段的长度 所以我们可以写成 I L Cross B 所以你如果是直线的话 我们就不要这样积分了 我们就直接写成 I L Cross B 就好了 直线就这么做就好了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字 算出来 这个字算出来 是等于 L 是朝 X的方向 B 是朝黑板里头的 所以L Cross B 就是向上 就是Y的方向 我们可以把这个坐标 定一下 X Y好了 定一个这个方向 那因此呢 这个就变成 I L Cross B 最后 我们把它写成 Y方向 Y方向 I L B 它的值就是这个 那现在我们做曲线 那这个又等于什么呢 又等于F3 又等于另外一个直线部分 所受的力 它跟这个一样 跟这个一样 这个我们当做是F3 F3 F1等于F3 接下来我们就看曲线部分 曲线部分 我们还是要带这个式子 你在任意位置把这个 任意位置 我们取一段DL DL一定是在 我们不要用这个颜色 用红色好了 在切线方向 位移是在切线的方向 长度 是在切线的方向 DL DL 然后B朝那边 F就是朝哪里呢 F就是朝 你要用Cross F是跟B厂跟DL都要垂直 所以它就是朝 这一边 朝这里 DF2 DF2 那DF2是什么地方呢 它就是 画的不好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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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R的方向 R OK 我们现在在这里 我们现在在这里 DL F2 DF2我们可以写成 DF2 等于 I DL Cross B 它的方向呢 就是R Univector的方向 I DL I B DL 我们写 I B DL DL写在后面 那现在我们要积分了 你一积分的话 这个R会变的 R 你在这个地方 R的方向在这里 你在这个地方 R的方向在这里 积分号里面不可以有 有向量 那么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就把它分成分量 我们以这个为对称轴的话 我们说 你这个 这个位置 我们当作Dθ 就是这个DL 很小很小 其实这个很小很小 我是放大了 可以当作是这个 DL所张开的一个角 那么 从这边到这里 也是DL的地方 也是DC它的地方呢 那它也有一个 DL跟它一样大 也有一个DL跟它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 它的向量呢 它的力是朝这边 DF2是朝这边 对不对 这两个力大小相等 方向是 夹的角都一样 这个角都一样 因此我们说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个DF2 分成两个分量 比如说这个 我们可以分成这个分量 跟这个分量 这个有这个分量 跟这个分量 这样一积分的话呢 这个加起来就消掉了 因为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这个就加起来了 就加起来了 如果我们把这个当作 θ角的话呢 这个就是θ角 θ角 于是呢 它最后只有什么 DF2的sinθ 它的 最后的这个F2 是等于 方向还是Y的方向 然后是 DF2 乘上 sinθ 乘上sinθ 乘上sinθ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 大小是这个 把它 带到这里头来 Y的方向 I跟B 我们就把它提出来 那它这个是 等于 曲线部分 DR OK DL DL 要积分这个 sinθ DL DL等于什么呢 DL其实就是这一段 角度 这个弧长啊 所以它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R dθ DL等于R dθ 我们说DL 等于R dθ 所以 我们就有F2 它要等于 Y I 乘上B 这个R可以提出来 里头 里头就是sinθ dθ dθ 现在按照θ来积分 θ就是从0 积到π θ从这个地方 一直积到 箭头往这边指的时候 好 那这个就变成 I I B R 这个是 负 cosθ 0到π 这就是等于2啊 所以它就是等于 两倍的 I B R 好 那么合理 合理 F 要等于 F1 加F2 加F3 F1跟F2是一样大的 F1跟F3一样大 所以两倍 ILB 两倍的IRB 所以我们可以把Y提出来 两倍的I B 拿出来 这就是R L加R 取线 取线部分呢 我们就 硬是要 用这个式子来做 和 好 谢谢观看